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10月10日 星期日 今天是雙十節 大家可以精神上慶祝 如果你身在香港就要小心 因為有可能干犯國安法 根據英國最新的政府指引 就是被 難民申請的人 針對着香港的 港區國安法 凡是任何 申請 申請 政治庇護的香港人在英國 如果他們提出的 恐懼是跟 國安法有關 英國政府的最新指引就是要考慮到 假如有機會 被香港政府用國安法 起訴 這件事 就已經等同受政治迫害 換句話說 那個放寬的 難民的申請條件 某個程度上來說 等於開了 一個特別的系列給香港的居民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這件事 真的有需要 不要猶豫 然後就過來 實際上香港的 國安法迫害已經去到 相當之離譜 大學生又被拘捕 記者又被拘捕 甚麼東西都做得出 我們也會繼續在英國 爭取一件事 這個就是要爭取 英國政府 一定要開放一個 渠道 給其他沒有BNO 的香港人 這些香港人一定是黃絲 一定是反政府的香港人 無論他是不是九七後出生也好 基於任何原因他沒有申請BNO也好 我們認為英國政府其實是有責任 要開放 這個前提 大前提 不是BNO問題 而是英國政府 不想要的 就是共產黨的間諜 應該要做的就是有一套篩選機制 制止藍絲來英國 而不是 用BNO來劃分 實際上拿著BNO而是藍到黑的人 是大量存在 所以這種劃分方法 是錯誤的 這一節也跟我剛剛所說的那件事有關 現在那個政治迫害是相當離譜的 任何人 都會有機會 成為國安法迫害的對象 實際上香港的情況 相當之惡劣 其實 跟這個 新疆 慢慢就會走近 這一節要說的就是一個 個人資料的洩露 這裏就是不厭其煩 一定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好好保障個人資料 我們為了 減低風險 所以即使接下來有網聚 我們就是 嚴禁拍攝 除了我們的官方人員 就是要做某些紀錄之外 我們就會有工作人員 可能會拍攝 除了工作人員以外 我們一律就是禁止任何人 拿起手機拍攝 為了保障大家安全 畢竟這個不是一個 普通的對手 所以那個資料處理 一定要相當小心 但是代表 但是有資料會敏感 不代表你任何事都不做 如果你因為 擔心 所有東西會被人獲得資料 你就所有東西都不做 你只不過是提供 無限的 理據 去給自己 甚麼都不做 然後就宣稱任何人做的事都不對 這個 絕對是錯誤 如果按這個說法 任何 孫中山也不用搞了 革命黨也一定有明冊 如果任何東西 住在一起 搞個活動 也會被人搞 麻煩你們連集會也不要去 我只是說某些人的說法 話分兩頭 這個記協 相當之不小心 記協已經知道自己 被保安局 打擊了 保安局打擊了你 即是國安打擊了你 我們一早已經說了很多次 但是香港的人 永遠都不會聽 尤其是 這些組織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文匯報和大公報的記者 絕對不是 一般人 在西方文明世界 理解的記者 他們不是journalist 他們是state agent 你們明白嗎 他們 做的事近乎是特工 不過就不是 職業特工隊那麼厲害 他們做的事就是中共的特工 中共的特工不是戰狼 不要打算看電影 中共的特工就是任何時刻 就是收集情報 將他交給黨組織 這已經是國家特工 你不要打算他會 在桌子上 踢兩腳 像李連傑那樣 不是這樣才叫特工 這個就在機場 當日佔領機場 搞和理非 然後有 環球時報的所謂記者 在現場踩場 當日你就已經知道 他們的身份 基本上就是 特工 其實是幫 國家做事 當然他有去幫 國家做事 他們是不是上到 很高的線路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當他 是記者 甚至乎你 還要去保護他 這個絕對是 大錯特錯 這次記協也相當不小心 竟然就是把他的職員 以及會員的文件 用普通的稅子機稅源 就這樣放在 後巷 結果 就是說有閉路電視 拍到有形跡可疑的人 涉嫌偷竊的資料 那些你丟出去 就當你垃圾 你自己處理得不好 就被人拿了 原來裡面就已經有粉碎了的會員資料 但是你用的稅子機 級別太惡劣 如果真的聽開本台的人 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已經再三講了很多次了 包括 伊朗的美國大使館 稅源的資料 是不行的 其實近乎是要拿火燒的 他會幫你重整 有齊了裡面的資料 這個 基本上只是一個最簡單的軍事常識 其實 竟然就是不斷重複犯錯 你去 然後 出了事 資料被盜竊 然後你向私隱專員公署 投訴有甚麼用呢 這次記協真的犯了大錯 雖然盜竊的人就是大公的記者 大公 說自己發現了記協已經碎了文件 大公報在9月14日 登出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訪問 說這個記協的背後 記協在背後支持著大量的學生 提倡人人都是記者 然後鄧炳強就說要 要公開會員名單 釋除疑慮 當時記協發聲明回應 不會做出披露 隨後大公報在23日發表報導 說有毒者 那大家想一下那個毒者是甚麼人呢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還有一大堆人說那些都是記者來的 真的是記你老母嗎 這次跟警察說話一樣 我記你老母嗎 那些是國家特工來的 不過是低級職員的意思 你不要聽到特工以為他很高級 低級的也有 高級的也有 通常都是低級 但是他做的事 就是會不擇手段 根本就完完全不是一個 正常 讀傳理系畢業 受西方教育 做傳媒工作的 工作者來的 本身那些都已經不是一個專業資格 嚴格來說 你還要隨便指著一個 即是 紅媒 官媒的人 隨便說他是記者 這件事絕對是大錯特錯 大錯特錯不要緊不要一錯再錯 再錯 就不能夠原諒了 結果就說有毒者 在記協辦事處 後面 那個垃圾桶就發現他棄置了垃圾 裡面就不是 一般垃圾 原來就是用碎紙機 不過是一些很差的碎紙機 撤碎了的文件 就說 令人懷疑 就是想消毀紀錄 然後那些碎紙 就是被大公報的所謂記者 拿走了 當然是 根據報導就說 上面的會籍就是 做數 將學生會員 會員的人數 濫於充數 然後令人質疑 記協公佈的正式會員有多少 是真正的全職記者 裡面也說 單單就是有一張 學生會會員證 當是會員 記協就說 查看閉路電視 發現當日有兩名刑職可疑的人士 在9月14日 在他的辦公室 外面陪回 當時有職員 離開的時候發現有一袋棄置的垃圾被拿走 垃圾 被拿走了 資料被盜洩 這個真的是一個相當之不小心的一件事 假如 現在名單也不用假如了 都很肯定已經被對方重組了出來 百分之一千 會交給國安 所以 如果有朋友 有學生 是記協的會員 坦白說 現在來到今天 遭受政治迫害的機會越來越高 實際上全民都在刀鋒之下 你真的要考慮 真的可能要考慮作出暫備 不過到底記協用甚麼形式去保持會員的資料 沒有人知道 只有記協自己才知道 這次竟然操心大意到 用普通稅子機的稅源就這樣放在門口 他們真的 一直好像都不看這個新聞 文匯報和大公報是最喜歡派人 出去跟蹤 當日跟蹤大耀廷 跟蹤黃之鋒 跟蹤梁天琦 甚至乎 本台做反自動當選運動的時候 也有 文匯報大公報的記者 做狗仔隊 然後 要來蓋你們這群人底 要把你們這群 所謂反中亂港人 蓋出來 所以他們做的事絕對是在做政治工作 他們是政治部來的 不要再那麼天真了 不可以再發生了 再發生一次 你要連累多少人入獄 你才會高興 請大家 小心謹慎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就繼續 支持六部曲 我們每天就保持著自律 我們這節說到這裏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